昆曲演员出身的李庆有种沉稳 安静淡定的独特气质在90后女演员中独树一帜 出道多年来出演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你知道李庆有哪些电视剧吗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李庆最火的十部电视剧 如白鹿园青余年守望的天空 如一转千金归来花开半夏郎殿下等 你最喜欢哪部呢 李庆十大经典电视剧一白鹿园 李庆哪个电视剧最好看 买购小编首推白鹿园 该剧以陕西关中平原上有 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 讲述了白信和鹿信两大家族 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争的故事 本剧由张家义 河滨 秦海陆 刘佩奇等一众实力派戏鼓参演 李庆在片中扮演黑娃的妻子 朴素善良的田小娥 二 庆余年 庆余年是李庆最火的电视剧之一 该剧改编自猫腻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有着神秘绅士的少年范贤 自海边小城处出茅庐 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锤炼的故事 李庆在剧中扮演男庆宰相林若甫与长公主李云锐之女 纯洁美丽活泼灵动的陈郡主林婉儿 李庆还凭借该角色获得第29届 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十佳演员 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提名 三 守望的天空 李庆主演的电视剧守望的天空 是她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 该剧是以孤独症作为整部 作品的中心议题的电视剧 讲述了一个普通平凡的23岁女孩葡萄 在母亲病逝之后独自带着患有孤独症的各个愿望 坚韧不拔 举举而行学会生存的故事 李庆在剧中饰演了坚韧不拔 且积极乐观的女主角葡萄 而该剧在播出后则获得了第9届中美 电影节优秀中国电视剧《惊天使》讲四如意传 李庆哪些剧好看 如意传无疑是不能错过的一部 该剧改变自留恋子小说《后宫如意传》 讲述了乌拉那拉如意与乾隆皇帝爱心绝罗红利 一生从恩爱相知到名师破灭的婚姻历程的故事 如意传在剧中扮演末期圣宠嫔妃 容貌绝顶宠怪六宫为新疆韩部部落的首领 韩二提之女五千金归来千金归来 是李庆演过的电视剧《大权》中必有的佳作 该剧根据十三春的小说《重生豪门千金》改编 讲述了当代某沿海城市一位单纯善良的女孩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后 逐渐成长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成熟女性 突破重重障碍实现祖父的理想 并收获爱情的故事 该剧不仅成功实现了家庭 伦理与青春偶像的完美混搭 而且实现了收拾与口碑的双丰收《六花开扮下》 李庆电视剧作品《花开扮下》 改编自《九夜辉》所著的同名小说 由李少洪导演 林宇深 李庆 杨阳 张嘉宁等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未如风和》 夏如花兄妹两人的爱情悲剧 剧中创作中还原现实 努力展现人们最真实的情感 而且年轻演员们表现十分惊艳 老戏骨门演技深入人心 都使得该剧呈现出与其他青春 题材作品不同的鲜明特色来七郎殿下 《狼殿下》也是李清演过的电视剧 中买购小编比较喜欢的一部 该剧由王大陆李清肖战兴之类主演 讲述了《魁州城郡主摘兴宇》 生长于狼群中的少年狼仔相识 错别八年后相遇两人为爱力战天命的故事 该剧以伯王和摘兴的纯真爱情为切入点 构筑了《乱世》中的权谋与人心 李清在剧中饰演生性洒脱的马摘兴 他凭借该角色提名了第32届华顶奖 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并且获得微博电视剧大赏 十大人气女性角色Top2 八璀璨人生 李清的电视剧《璀璨人生》 于2013年8月27日在湖南卫视 精英独播剧场首播 由柯汉城指导李清和何润东看亲子主演 讲述了四个年轻人 因错为人生而展开的爱恨纠结 李清在剧中扮演坚强乐观的向日葵女孩 可爱善良温柔的外表下 有一颗感恩坚强的心 有着异于常人的坚强 本剧在当时收获了不错的收视成绩 是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冠军 《九如果我爱你》 《如果我爱你》是由明道 李清胡斌白星会嫡姐等人气 明星连妹主演的浪漫偶像剧 讲述了九庄兄弟明道胡斌两人在事业 爱情家庭中的相互角力和情感就个故事 李清在剧中扮演虽出身名门却 怀抱着演员梦想的女主角爱宁 她认真地揣摩名演员的经典片段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使锦绣男哥 锦绣男哥是李清主演的好看电视剧之一 本剧由李清秦浩领先主演 讲述了侠女黎哥与坚政刘一康 在经历重重磨难后终成眷属 携手保卫国家共同开创盛世昌荣的故事 李清在剧中是武功超群 杀伐决绝志勇双拳而又带有 侠义之气朱雀蒙成员之一沈黎哥 杀优优独播剧场 杀优独播剧场